三国后期代替司马懿和郭怀 主管曹魏西北军务的是陈群的儿子陈泰 但陈泰其实不会打仗 至少不会进行战役指挥 这一点在他第一次和江维交锋之后 已经被江维看穿了 但是司马家没有看出来 公元255年郭怀死后 陈泰继任征锡将军正式成为魏国西部军区的一把手 怀鸿太代为征锡将军 贾结都督雍梁朱军士 陈泰原先担任的雍州刺史一职被交给了王晶 原来担任陶鼠护军一职的夏侯吧 因为曹爽事件叛陶鼠汉 他的位置由徐志接任 陶鼠护军及魏国护军为中央进军官职 护诸将军既为领兵长官 又有监督诸将之权 很多情况下都有受到统治者绝对信任的托估重臣担当 他们是魏国西线的独立精锐部队 隶属关系上属于中央军序列 编制待遇上与进军类似 以其兵为主力 相当于魏国西部军区虎抱其特遣队 这三个人是魏国西部战线最重要的三位将领 但这三个人都有问题 魏晋玄学的风气就是不动手干任何食物 崇尚清潭 陈泰是世家子弟 受这种风气影响 动嘴能力天下无敌 一到自己动手操作 就马上现原形 先前江维 北伐援旧至吴怠时 郭怀 夏侯爸还在挡住江维的战斗 实际上是他们在操作 陈泰只是出主意 当剑盘侠 这次剑盘侠亲自上阵 他马上就会意识到自己和江维的差距 雍州刺史王精则出身平民 不是氏族子弟 有一定能力 但没有经验 他的出现和司马师有关系 早在魏明帝 曹瑞在魏的时候 氏族就已经开始腐败 曹瑞为此专门颁布过 禁止浮华浮夸的诏书 将所谓的四聪八达八玉 包括魏晋玄学的创始人 夏侯玄全部禁锢 不给官做 到曹爽执政的时代 开始突破禁令 使用了包括夏侯玄在内的大量浮华党 但这些人在司马懿的政变中 表现为集体尿裤子 面对司马懿的屠刀 根本无力反抗 这一切都被司马师看在眼里 作为司马家第二代掌门 司马师的胸襟气度 远远超过他的父亲和弟弟 为了避免士族豪门的做大 司马师开始向韩族打开做官的渠道 大力提拔韩门弟子到重要岗位 其中著名的有时包 邓爱 王姬 王精等人 司马师的这些做法 证明他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人 他在用人选才上 更接近于曹操的为财事举 而不是他爹和陈群 捣鼓出来的九品中正制 因为这种选才体制和后来的科举之类似 从长远来看对皇帝最为有利 选出的人相对独立 对皇帝负责 而不是对家族负责 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就是朝廷众臣都只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 对国家不负责任 可惜历史没有给他时间 司马师死得太早 又生不出儿子 导致这些变革半途而废 司马昭走了曹丕的老路 为了称帝 向士族交出了更多的特权 以换取支持 西晋时代韩门子弟的上进之路 彻底被封死了 陶属护军徐志 是一个出身航武的大老粗 凭借军功一步一步升到这个位置 也是司马师为财事局的产物 但此人眼光格局有限 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只是一个猛将而已 面对这样的对手 天水麒麟儿犹如鹤立鸡群 从延西十七年开始 江维进行了一场历时数年的北伐大战 江维北伐战役的第一阶段 举刀砍向敌道 前面说过这里是隆西与雍州联络的要点 这一次江维的进攻筹划多年 凭借夏侯霸的关系 让魏国的敌道首将李简立即投降 付出隆西 首敌道长李简举承翔 江维大喜亲自带领部队前去接应 为了保障侧翼安全阻击卫军可能的援军 他派出张仪统帅的武当飞军驻防 相武方向的大道 这个决定有些随意 可能江维只是想让张仪部做一个警戒而已 因为张仪的武当飞军是一支少数民族部队 擅长山地作战属于步兵特种兵序列 打正规战有些力不从心 尤其是面对精锐骑兵部队 果然江维突然出兵敌道 陈泰没仔细考虑 就派他挥下最精锐的部队 征属护军徐志 急速持援 这就显出新手和老将的区别 面对江维 郭怀是先让部队进入重要区域 摸清对手的动向后再行动 所以和江维大战没吃什么亏 陈泰一出手 就跟着江维再走 江维出兵敌道 他就远就敌道 根本没有对战场形势做出判断 就急着要打 肯定会吃亏 不过陈泰运气不错 徐志的骑兵 在湘武遇见了担任警戒掩护任务的武当飞军 徐志毕竟是老兵游子 看见蜀军多是步兵 立即发起冲锋 张仪也是蜀中名将 临危不乱 指挥武当飞军列阵抵抗 双方在湘武展开大战 湘武这个地方的地形 是一个类似上方谷的山谷 武当飞军堵在谷口 卫军骑兵一时 斩不开队伍 当面对 看没有太大优势 这时候徐志显出了自己蛮横的一面 把精锐虎豹 骑牌成大纵身阵列 不顾伤亡的 向武当飞军发起冲锋 武当飞军 因为多从事山地作战 武器以刀盾为主 缺少抵御骑兵冲锋的长矛 虽然凭借地形秘 集结阵守备 但挡不住 骑兵一波接一波的冲锋 双方实际上是在一个狭窄的山谷里 薄密 张仪拼出了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感觉 大约千人的武当飞军 挡住了五千左右卫军 虎抱其一整天的来回冲击后 全军覆没 既无一人身还 张仪本人也死在阵中 军前与魏将徐志交锋 一临沉笋身燃起杀伤一被过 徐志的部队也被打残了 五千人左右的队伍至少损失了一半 在他不计伤亡的打击之下 通往敌道的大门被他撞开 姜维得到报告 立即把敌道搬空 放弃城池 率全军应战徐志 掩护百姓撤回蜀中 这时候徐志应该等待王晶后续部队集结完成后 再攻敌道 但是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 徐志竟然率军追击蜀军 还剩不到三千人的部队去追一支三万人以上的敌军 不是疯了 就是把对手当白痴 徐志本人久经沙场 应该不会这么干 那么让他这么干的 不是王晶就是陈泰 这就是逼死人了 果然徐志的精锐部队追击将为中了埋伏 布了王霜张和的后尘 本人被杀 全军覆没 逃蜀护军这支卫国的禁军部队 在卫军的序列中消失 将为成功率军掩护百姓撤回汉中 王晶率领后续部队重新夺回敌道 并顺便帮徐志收了师 这一仗将为小声用武当飞军拼掉了卫军 在西部最精锐的陶鼠护军部骑兵精锐 但这还没有结束 将为很快发起战役第二阶段 继续进攻王晶驻守的敌道